发展经济是为了让市民有更美好的生活 经济以外 大湾区也为香港人的学习 就业 创业和生活 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机遇 特区政府 广东省政府和中央政府 均一直就此进行研究和多番推出措施 历变港人 譬如去年8月份 中央公布推出居住证 持证人可以依法享有三项权利 六项基本公共服务和九项便利 我们落见已经有接近10万名香港居民 申领居住证 我相信这项政策 能为长期在内地生活的港员提供便利 更有助他们为大湾区建设和国家的发展 贡献一己之力 又利于去年12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实施条例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 在今年3月1日进一步公布具体的操作办法 在内地停留的当天不超过24小时的不计算路居住的天数 同时也公布了大湾区内的九个城市政府 可以为包括香港人在内的境外的高端和紧缺人才 提供过人所得税 税负车二的补贴 以上的措施 关可以便利港人在大湾区发展事业和开拓机遇 加拓机遇到我们的内地 除了税负车